终于可能可以加薪了 酝酿已久的公务人员加薪呢 现在调薪方案可能在近日内要出炉 而现在大约是有五成二的大型企业 跟三成的中小企业 也说了他们会响应政府 跟着调薪3%到5% 经济好转但民众却无感 不过现在似乎略见曙光 酝酿已久的军工教人员调薪可能有望 三发的案是在建议调整的这个方案当中 比较受到多数赞争的 应该最近就会做一个明朗的决定 先看税收状况再看要调多少 政府要带头也让大部分企业打算跟进 加薪幅度大约在3到5% 仿制业最高更可能加到20% 中大型的企业大概有五成二 有调薪的计划 或是已经在调薪大概就这样来的 那么中小企业的话大概已经有三成 不过民进党立委针对政府强调 公务人员如果加薪 不会排挤其他预算 也不会举债却嗤之以鼻 加薪但是绝对不举债 鬼才相信 立委话虽说的果断 不过在一般小老百姓心里 应该还是希望赶紧加薪 才能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 谢谢大家